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超级访问的微信会员俱乐部 大家只要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还有一个礼品就是我们的金家大礼包 对 马上出场的嘉宾 他的婚姻刚刚过了20年的结婚式年日 而且好像他是中国电视史上主持春晚最多的 而且他是主持人里面办画展 关注度最高的一个 而且主持人里面肤色最黑的 是主持人里面媳妇身材最好的 真是 真是 说到这一对是谁 我们一起来猜一下 差点说什么名字 一起来猜一下 看照片大家来猜猜猜猜 这是谁 佟大为 徐峥 陶红 张国立 来 看下一张 有人说 朱军的百天和谭梅的百天 哎 我跟你讲 谭梅的百天特像我小时候 让我们讲究请 朱军 韩梅 我一直怀疑这不是我百天的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四月生人 如果是百天的话 应该在七月底 八月初的时候 对 那时候天应该很热 我为什么戴着棉帽子呢 但是我妈妈告诉我 这是百天的 我也就认了 说这是百天的吧 不过从这一张看上去 没有什么福气象 对吧 但是朱军老师经过奋起直追 现在你看多有气质 对 那关于两位的生活中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的超级访问呢 要有一个细细的访问 那马主持人我们叫超级 好 两位请坐 你去的中央台的时候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叫东西南北中嘛 对 然后那个切换那个张岛 说那个在那个甘肃 看到一个部队的主持人叫朱军 很幽默会什么吹来弹唱都会 然后怎么怎么样 多早 你想那是96年吧 96年正式掉的状态 94年开始工作 我们刚刚结完婚 他又到北京 那段的生活是特别特别的艰苦 带了两千块钱 其实是我们俩存了真的很多年 而且我们是刚结完婚以后 把仅有的两千块钱 他带到北京来 哪有敢住宾馆呀 谁住的是地下室 住在那个沙滩那个老文化部 北沙滩那个老文化部那个地下室 你想我上班得多老远 对 从北沙滩一路基本上是狂奔到公主坟 那你来北京你有没有想过 还不在当地呢 然后有很多老婆吃喝呀什么的 来北京 所以住吃不成问题 那我那时候在兰州已经 萧有名气了 在兰州各大晚会 其实都是他主持了 我在甘肃电视台已经主持了四五年各种大兴晚会 我还有一特别火的栏目叫花好月圆 不说家喻户晓 但至少出去吃碗牛肉面一般都免费 你说的对 在北京 因为同时期我也在北京 但它落差很大 我就特别怕过礼拜天 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没饭吃了 你平常工作的时候台里有盒饭 台里有盒饭 就是生活上的那种艰苦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还能够应付 关键是内心孤独 没有朋友 而且那时候你什么也不是 也真没人搭理你 特别大 没朋友 你感觉上班的时候认识很多人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你觉得你没有任何交情可以给这些人发短信 不 你也没有勇气 或者说也没有那个能力邀请人家来 你叫朋友来 你总得说咱一起吃个饭吧 你连那个随便请人家吃一个羊肉 什么帅羊肉的钱都没有 那当时93年 我印象我93年来北京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那个黄色的面滴 面滴 面滴 就是赶到台里是骑车还是打面滴 实在来不及才打个面滴 一般都是坐公车 或者骑自行车 就借辆自行车 一直在我那 他们你为什么支持他来呢当时 我一直都觉得他在这方面是特别有才华的 而且在这个期间 他跟杨岚还有宁平大姐合作过 就是甘肃电视台请这些明星 然后到甘肃来主持节目 正好跟他一起搭档 然后主持完以后 就是这些人都对他说 哇 你小伙子非常棒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走一走 你为什么不到北京去看一看呢 各种忽悠是吧 反正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特别鼓励他 我说可能这个央视有一些机会 完了后我说你可以去试一下 哪怕就我们当时抱着就是 你能够试一次进上一次中央电视台 可能就可以了 你看我在我写的第一本书 《时刻准备着》的后继当中 有一句是写他的 因为我感谢了很多人 包括什么马路上纠正我伪装的警察什么的 真的我都鸣谢他们 后来写到他的时候 我就说鸣谢我的妻子 她用青春赌赢了我们的今天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在赌 就是你要没那个勇气 你要没那个勇气去赌的话 你可能就那样了 就像杨岚说的 那你就这么待着吧 五年五年你就这样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我用青春赌赢了你 当时你有没有给自己留一个期限 我多长时间把老婆接过来 那时候不敢有这个期限 真的不敢有这个期限 我就所以我说我特别感谢 一路来帮助我的那些朋友 你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扛不住了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再在这耗下去了 后来那个时候呢 就觉得跟自己不错的一些朋友去告别 后来有一天我就推开文艺部的门 我就看到现在咱们音乐频道的总监 郎坤先生在那坐着 那时候还至少能够说上话的领导 他那时候是文艺部副主任 我说蓝主任 哎呦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来跟您说一声 我就打算回去了 最后那个 我记得特别清楚 蓝坤说 哎呦 他那个声音很低沉啊 说哎呦 这个主角啊 我觉得呀 你这个决定太草率了 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 我要告诉你 我不会看错人的 你再坚持一下 将来能够接过赵忠祥老师手里话筒的 就是你了 好像哦 而且郎坤的那个T恤里面还是立的 立的 他很讲究的 然后他说完以后 我琢磨半天啊 我说也是 我说如果这个时候打退堂苦的话 其实并没有 那时候真没想说我要接谁的话筒 我要怎么着 但那时候我就想 他一番话说完之后 我觉得有点 自残行贿 我觉得就说一个男人 你连坚持 再坚持一段时间的勇气都没有了 你能成什么事啊 后来我从那出来以后 我就重整旗鼓啊 我们继续 不过就是生活艰苦一点嘛 就是内心孤独一点嘛 有什么再熬熬 果不其然 半年以后 情况就转了 接的哪个节目呀 转变最大的 东西南北中 东西南北中那时候已经在主持了 后来就是 晚会 45周年国庆大典 烟火晚会 我在天安门广场 负责一个片的直播 一个片 就那一个片 话很少 就是李炮李花分队 我那个地方特别安静 跟前面那个广场上 人声鼎沸的状态 判若两个世界 但是我用了很多方法 让自己能够兴奋起来 后来这个信号 一级一级一级 转到了这个 总导演台的时候 张小海 坐在那个导演台上 我估计他当时 还是眼睛一亮啊 说这小伙子谁 调商人说 这东西南北中的朱军 给我记住了 我估计他交代完这些话 我那段话也基本说完 就切出去了 但我真没想到 第二天 张小海就来找我 说你是朱军 我说啊 他说七天以后 我有一台大型晚会 叫七彩欢歌 在一千平面播室直播 我想邀请你 来做这台晚会的主持人 你敢不敢 七天以后直播 我觉得兴奋呀 我说哪有不敢的呀 我还只有七天 我记得很清楚 我跟鲁玉合作 我们俩站在主持台上 在开眼前 大概五分钟的时候 张小海从导播台下来 站在我们两个 主持台前边说 别紧张 好 全是你们的 有娄子 都算我张小海了 我告诉你们 我特别希望 你们两个人 今天 能够用你们的行动 翻开中央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 崭新的一页 说完以后说 差不多了 我上去了 哗就上了 你记这么清楚 那是 是重要的 一时时刻 那是一个 转折点 那是一个转折点 人生转折点 从那以后 然后那天主持得好吗 就挺好的 你忘词了吗 没有 有把日子说错了吗 没有 那七天就没干别的 全想着这事了 做梦都是这个 哎呦 那个真好 我们鼓鼓掌吧 这个直播前一天 有失眠吗 还好 我属于那种 没心没肺的 那太好 就天大的事 到睡觉的时候 我倒头就睡了 其实朱军在甘肃 这种级别的晚会 他一定主持过 但他说那个感觉 就是说 就是我特别能体会 虽然你身处 中央电视台 你仍然会觉得 你每一天都待不下去 你没有人欺负 你就是那种孤独 对 煎熬 我到礼拜天 我就找一棍 躺在床上 捅电视 那你没摇晃 他说没有摇晃器 对 捅电视 我买的第一个电视 也是拿棍捅的 对 拿棍捅 啪一捅 这不好看 一捅不好看 就亮衣 真的好惨哪 或者满购也没几个电视台 就没几个台 而且他一共就好像 只有八个键 八个键 对八个键 好一点的十二个键 对 捅 拿棍捅一下 实在饿得不行 泡一包方便面 就这样 咱在甘肃 也不会捅电视 至少有 没有我觉得真的 就来北京这种地儿 管你是谁 先给你打回原型 你扛得住就留下 扛不住滚蛋 肯定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一段 送给所有在大城市 飘泊的人 朱军都捅过电视 小男孩什么样 来自兰州的朱军 厨艺了得 节目组请来 拉面师傅 与朱军一较高下 他的拉面手艺 到底怎么样 大家拭目以待吧 不可能在家也撑吗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 什么 咱们在家撑的陕西的 陕西的 臊子棉 臊子棉 咱们没用臊子 但是咱们用的是 撑的面片 面片 面片不是 这是朱老师强项 咱揪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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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做过饭吗 给丈人没做过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丈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谈恋爱的时候 不宜桌菜 做了一桌 这个就是咱们家庭里 如果做就可以使这方吧 对 在家里吃一般都是这样 你看他做做多好你看 一看就是在家做饭 对 一看在家做过饭 至少做过饭 对 没问题 我们今天早上出来 朱军还给我们烤一披萨 披萨 对 披萨很简单 看出来了吗 一个好的主持人 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对 戴军 什么那个朱军 都是在家里做饭 打扫卫生 一个优秀的女主持人 都是不会干这些活的人 在兰州 这个还有一种吃法 咋吃 就叫这个揪面片 直接揪 你不是揪里 揪锅里 直接揪锅里 我们江南口 河北江南口也揪面片 我会给我一块 我来揪 来来来 是这样 一看那手法真正宗 对 这样 小心别烫着 您这一坨一坨什么味道 那时候这个冲的时候 我可以离锅很远 现在不敢离那么远 大概就这样 太年了 大人了 小人 你们要真有机会到兰州去的话 吃什么样的辣椒油拉面 你一看那个店铺装修的 都挺好的 那个都是给外地人吃的 你要到那个小店 一看里边都没几张桌子 然后所有的人 都在这个小店门口 马路边上 这个一定是正宗的 更好吃的 你这样这么吃 不不 那你都是 那是上海人到兰州吃牛肉面 我告诉你 如果咱哥俩早上去吃牛肉面 面端上以后 来 还吃着 你吃把萝卜吃吧 大哥 你这个萝卜 我能尝尝过 这个萝卜好好吃 这个味道很入味 好 这个人他算是爽黑的嘛 大哥 你尝尝看我这个牛肉 哎呦 好 咱们爽黑人都这么吃饭了 我跟你讲啊 这是路口计划呀 哎呦 好吃的咧 你看哪儿不能在那儿蹲在那里 蹲在那里 鸭酸的 来 来 来 我们用讲究来谢谢师傅啊 好 谢谢师傅啊 谢谢您 我跟你说 就是上海人和西北人如果说同时问老板要一碗牛肉面 一听就知道上海人没有派头 怎么样 你说西北话怎么说 哎 师傅 下上一个喜丁 对 上海人说 一位牛牛米 我头一次去上海的 那是1987年 我们头一次到上海 20多岁小伙子我们好几个 到一个小店里头 一个上海这个阿妈 上海阿姨 说你们要什么 说来两只三黄鸡 就听说上海三黄鸡好吃 来两只三黄鸡 那阿姨就来了 哎呀 小伙子啊 吃不了的 两只脑四个人 吃不了的 吃不了的 像我们说 哪来不就完了吗 又不是不给你钱 他那个性格后来想想 上海人是对的 一定是这么说话的 你有花 不是 他上海人很讲究 你有花两只三黄鸡的钱 你可以吃好多样菜 你喝辣而不为呢 但是西北人就是 两只三黄鸡 啪 往那一吨 一瓶酒 嘎 一哥 哥四个 一人半只鸡 一啃 两三桶 三桶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艺术人生 是那样的 超级考虑是这样 1988年 朱军被招入兰州战斗歌舞团 成为一名文艺兵 也正是这一年 24岁的朱军认识了 比自己小六岁的 舞蹈演员谭梅 文静秀美的谭梅 令朱军一见清新 两人在1993年喜结连厉 但是婚后不到一年 朱军便决定放弃兰州的工作 到北京寻找更大的舞台 新婚燕儿分别两地 谭梅难解 相思之苦 所以她毅然地追随朱军 来到北京打拼 1995年 就是她来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就报考了 解放军艺术学院 然后从舞蹈又改成戏剧表演 就是进这个学校 也是波折非常多 关键两人有个依靠 就我必须接她的短 你接我的短 她名义上是说 我们俩就在一块了 结果上学以后 可用功为好学生 你知道吧 见不着了 每个星期最多礼拜天 回去给我洗洗衣服 仅此而已 那你们当时在北京 就是就团聚了吗 但是内心不一样 对 内心是觉得你 毕竟是在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对对对 你们就还住在 更好的房子了吧 那个时候 没有住招待所 招待所 从地下室搬到地上了 不过 我们把床往窗户边上靠靠 弄两个大箱子 搁到那个床和这个墙之间 上面铺一床被子 这不是就稍微宽点吗 全部了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桌子 就是宾馆那种 招待所那种桌子 所有的衣服 都在卫生间那个 那个杆上挂着 好来那时候 衣服也不太多 要洗澡的话 把它拿出来扔床上 洗完澡再拿回去挂着拿 这个时间维持了多少 有三年 两年 两年吧 两年多三年 两年多就住这样的一个环节 你们在甘肃是什么房子了 当时 那 单元呢 潘之楼 我录第一期节目的衣服 都是别人送的 是当时我们台 翠亚南你认识 对 亚南 亚南导演 对 亚南导演带着我 去买化妆品 到百胜 买完以后 他给人家那个售货员说 你让我们这小伙子 给你签一名 他谁啊 亚南说 你甭管他现在是谁 他将来一定是一大腕 给我扫子呀 他就带亚南 我赶走 赶走 赶走 他说了吧 最后呢 亚南就说 你衣服你穿什么呀 我说我没有 我就除了一身军装 还有一套 西服 西装 他说走 我带你去 就带我到美术馆后街 那个地方 有一个内蒙 内蒙办事处在那 底下有一个店 叫士奇西装 后来带我去 那个老板送了我两套衣服 到现在那两套衣服 还在我衣橱里挂着 我真舍不得扔 那是我上节目 穿的第一套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 生活上真挺苦的 内心很快乐 内心很快乐 我也觉得 他有盼头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 有目标啊 明天会比今天好 今天 因为今天已经比昨天好了 后来周军日子好过了 其实你可以不工作 但是刚才 我们说 你自己弄舞蹈学校 然后现在开了好多家 其实很累 你是有危机感还是怎么样 我们俩好像是那种 打拼惯了 我好像不习惯于 就真的说 你就做一全职太太 你就天天就在家里面了 好像好像 我觉得 这就好像不是 我们一直追求的 你不喜欢一个男的 对你说 老婆我养你 不喜欢吗 我真的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要跟你说 千万不要给自己的太太说 我养你 因为在人格上就不平等了 无论这个家里谁挣钱 人格是平等的 什么叫我养你啊 养狗呢 我觉得真的 我很讨厌这样的话 所以永远我也不会说 说老婆我养你 不会 那你会说你养我吗 我又会说这样 我真的 你都不会啊 我每次谈恋爱都说你养我吧 所以你就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所以你现在落到只能自己养自己啊 报应啊 你看没有 好姑姑啊 那当时是哪一年想起来 我要做自己的这样一个学校 其实还是 我觉得是自己有孩子以后 因为你有了孩子 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 你常年的是在外面拍戏 因为一拍戏 就好几个三四月的时间 你就不能在家 然后他当时就已经是非常忙了 各大晚会啊 艺术人生非常忙了 也而且孩子呢 又还没有上幼儿园 所以就觉得 应该是我做出一些 我觉得是牺牲也好 让步 退出来也好 以家庭为重 这是最重要的 你要自己创业 你跟老公商量吗 商量 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 他支持 你跳吗 肯定不会支持 不 他一开始 他不支持 他是给我提出来很多一些问题 就他说你没有经过商 对吧 你没有打理过公司 那么你怎么去管理 你是要故人管理 还是怎么动 你都想好了 没有 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看好 但是呢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一个比较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 而且我也做跳了二十年舞了 我觉得如果放下来的话 会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他也拎不过我说 那行 那你以后所有的苦 你自己要自己担当 你不要叫苦 我说得好 什么叫所有的苦 他自己担当 我说人家怎么说的 你怎么教人家 就是我帮他管的 你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夫妻可能 要借借一些平台吧 那你必须的 他相互的这样一种 但是他特别投入 你知道吧 他现在投入了 我觉得他在家里 现在都是领导 就那种 你瞎说啊 这瞎说 就是他那个 是自己心里 现在不平衡了 怎么不平衡 你看看他在家里怎样 比如说遇到困难了 防费 今年 因为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说实在的 任何一个公司 起步都很困难 对 一上来 每年 就要背着好几十万的房租 房租水电 对 房租水电 房租水电 还教师的费用 对 你说你怎么办 那没办法 你厚着脸皮 去找找朋友 或者我这边 先给他帮帮忙 那真是这样 让他熬过那一段 后来做做做 人家现在 就是你越这么帮我吧 我就觉得 越要做出一点成绩 所以一开始资金有周转 有问题的话 你是跟他打招呼 还说反正没事 老公的钱都在活着 你填进去 直接就转账了 还问什么呀 家人说了一段话 这样子 我们今天拍了一段 这个谭媒工作室的情况 然后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来 朱军的妻子谭媒 是一名出色的影视演员 青年舞蹈家 参加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婚晚会 竟然比丈夫朱军 还要早两年 上场 对 第一个就是我 真的 在为事业打拼的过程中 谭媒为了实现 自己心中的梦想 依然放弃了优越的工作 从艺术舞台跨到了商界 在2006年 成立了八八空间 舞蹈艺术社 这里成了美丽女人的梦想空间 快乐童年的自在空间 给你热情 你现场 然后教着我们 我们当学生 好吗 然后 新疆舞好不好 新疆舞 新疆舞 谁愿意学 我们找两个观众一起 找几个女孩 谁会有舞蹈 来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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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当时 说实在的 它引起我注意 就是那时候 我在灯光楼子里打追光 你知道吧 它在舞台上演出 我们当时有一台大型的歌舞剧 叫《红侠里有歌舞》 其中有一段陕北的舞蹈 就那个 一段陕北的音乐 他们一群女的 是背对着观众 出来甩扇的 那一甩 哎呀 我一看 我是那个 不是一对你的呢吗 但是就是它很出色 这样 所以它那个身材很娇媚 你就穿着那个 陕北的那种 红色的那个小兜 都是那种红裤子 那扇子一亮相 你就想了 我就 你在上面看 我在上面灯光了 你看一个人在上面 想是不对的 来 今年我 其实大家都知道 然后它最有特点的是什么 动脖子 对吧 一是动脖子 还有一个眼神 眼神要闷一点 哈哈哈哈 你那的美梦的 谁我唱了 好像我书上的乱远 哈哈哈哈 相信你的孩子 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没有亮 好像你做过一个样 你那的眼睛 想你又亮 好像你做过一个样 哈哈哈哈 再换一个足 再换一个足 猛足 猛足 猛足猛足猛足 猛足 哪里猛足啊 蒙古足 蒙古足 没你什么事了啊 哈哈 周风也向南飞 我会唱了 走了 今天手腕 手腕要劲 流争满 载何干 今夜不醉不缓 连续主持十八届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艺术人生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在迎听前被广大观众熟悉的朱军 他的汉末丹青竟然如此了得 2014年5月18日 朱军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的杜恒情怀个人书画展 在我心里 这次的画展 仅仅是我绘画人生的开始 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当中 我可以用我的心 用我的真情 去描绘我心中 那个更加美好的 更加有意义的世界 好 欢迎回到超级法轮 本来部由 施曼丹化妆品投业播出 施曼丹肌肤 树食植物养树第一品牌 真的我没想到 是在中国美术馆 而且是以人物为主 人物是最难画的 是这样的 其实绘画呢 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梦想 很小就画画 上初中的时候 我特别感谢我初中的美术老师 他很喜欢我 按我们美术老师讲的说 我多少还有点天赋 义武地教你 跟这个老师画了很长时间 最后学校呢 要画一张在礼堂悬挂的 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像 标准像 老师就带着我 用了一个多学期 把那张油画画完 那个时候呢 就觉得我 我长大一定要当画家 但是呢 事实难料啊 我们那个年代 高考刚刚恢复 所以呢 他这个升学比例特别小 特别没出息 就没有能够实现心中这个愿望 一直到了97年 大概97年的时候 我觉得 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静下来一点了 所以我觉得我说 再拿起笔来试试吧 一画 我发现内心的那个种子 好像还没死啊 还在有发芽生根的可能 所以呢 在这个08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拜在范曾大师门下 开始正式学习中国画 你97年开始恢复画画 只是自己画的玩对不对 那因为范曾大师是世界级的大师 他收徒弟很严格 对 那你当时拿什么作品给他看呢 范老他是不收徒弟 对 但是最终我觉得范老能够收我的 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 让我去临摹咱们中国 非常经典的一张古画 叫87神仙卷 很长的一个长卷 白描的 那个不光练你的功夫 更重要的是练你的内心 耐心 耐心 你要能够静得下来 你画的那个有多长 那一半 我现在画的那个长卷 连卷头卷尾加起来接近9米 一般美术学院的学生 临摹那样一张画的话 至少要两个学期 我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 把这张画一笔一画的画完了 先生当然看了很高兴啊 后来就如愿败在了先生门下 他自从学画了以后 我觉得他改变的特别多 可能以前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晚上 然后演完出录完影 然后睡觉的时候属于亢奋状态 都睡得比较晚 所以呢可能原来呢 就起得也比较晚 但自从学画了以后 六七点就起床 然后就开始就开始有画 就着迷那种 然后就开始写书法 然后晚上在就是我们录完影回来的时候 他还能够坚持再画一个多小时才睡觉 不会觉得他变成老年人了吗 老年人 不会 但是这个不一样 就是当他画完一幅画的时候 他傻样的在家里 让我们去看的时候 你说哎呦这幅画真不错 然后他的表情是跟孩子一样 这不好了 开玩笑 然后入军说 我现在都快成宅男了 还没在家里做姿是什么样的 在家里肯定是这样 肯定不能那样端 人家也太累了 我在家里再这样 我累不累我 你在家里这个动作一看就有大家长 没有没有 我在家里一般的时候看电视是这样 他只要一回家我就这样 我看你画人物 人物有很多要观察嘛 你不出去见人在家里 会不会就一直观察老婆 他见的人够多了 都15年艺术人生了 那是不一样 那是脑子里一直在想他说的话 对 那个他妹 你有没有就是睡到半夜醒过来 看老公坐在床头看着你 刚才你说定针的内针画面 倒过来 内针画面 你看我身后刚好就是一个藏族的 这个少女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少女的五官 还真有点像她 真是 这个说实在的就是我没有比照她的任何照片 我就完全是靠着自己的那个愿望和想象 是这样画的 后来画完之后 我觉得你是就是不自觉的越画越想她 越画越想她 不是她就是对权文文心目中表态 她想所有的女的都是她老婆长的样 杰儿 杰杰老师真的画了很多 跟她搭档过的女主持人 你吃醋吗 她要每天对着这个女的画 对着笑边画 在这一点她还真特别好 人家刚才说吃醋你就给人摁住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还真是 这超地方的不是艺术人生啊 我不是我不是经常去啊 但我真的去过 把手拿开 但我真的去过中央美院画人体 老婆同意 就是有女模特啊 完了我去画人体 因为你要画画的话 尤其画人物 关键是特别好玩 人体这一关你必须要过 所以你必须要画 不是她不好意思 是模特不好意思 她跟你说了吗之前 我肯定要说了 她说我今天下午 我要去上什么样的课程 那你呢 我说你去呗 因为这是必修的 对 模特怎么不好意思 因为模特喜欢艺术人生 但是模特一看 哪一看啊 我去到教室 没有我去到教室门口啊 这属于礼节啊 就是因为画画人都知道 里边要是有这个裸体的模特 你一定要先打招呼 征得模特的同意 你才可以进去 我到门口之后 我就敲敲门 老师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说您给这个模特说一声 我说我是不是可以 也加入这个行列啊 就两节课时间嘛 我说我来画 一会儿那模特就穿着毛巾 那个那个浴袍就出来了 中二师你来嘛 我说我来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可以吗 我说您要觉得不方便 我说咱们就再说 嗯 想了半天啊 那好吧 我就进去了 有沙啊 不可批为沙 啊没有 我进去以后呢 我就找了一个 他因为教室里有很多学生在画 我就找了一个角落 就是我能够看到他 但是呢他直线看不到我的地方 然后我在那画 画完之后他还真是 过来走到我跟前看了一眼 说哦还真画得挺好的 我心的话 我可以的发挥还正常 哈哈哈哈 我要发挥不正常的话 就会让人有 想法 对 为什么没给你老婆画呢 画了 有啊 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们 对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这句话 你知道他画这个 我开始不知道 就是之前说 要一个你照片 因为这很正常 因为平时他也要过我很多照片 然后他在画 但是这一张 他作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的 一份礼物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天是有做特别的设计吗 也没有了 就是画完以后 找了一红筹子盖上了 然后呢 盖上 因为这个画偏公比一点 所以画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画板上绷着的 我就找一红筹子盖上 盖上我给他打一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他说我在公司 我说那你能不能来一趟我工作室啊 他说干嘛呀 我说有点事跟你商量 所以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就把他带在这个画前面 我说你看看啊 就就把他揭开了 你哭了吗 老夫老妻子了 哭什么 你一直就是浪漫吗 我内心其实也还挺浪漫的 其实我可能 所谓表达浪漫的这种 这种方式不太一样 我 我 我一定不会说买一束花 老婆 你生日快乐 一次都没买过 一次都没有 他是那种 不是说我给你买一个礼物 这样子 他会说啊 我今天 证个一点点之前 好老婆给 还是属于这样子的 也行 恋爱时期的表现 跟结婚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他反差大 你觉得恋爱之前 恋爱跟结婚 大 他呢 就可能在这个恋爱期间的时候 会陪你 比如说我在教室练功的时候 他也会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呢 完了以后 两个人划个船看个电影 或者在冬天的时候 去去等你 那么冷的天 他也能做到 而且给我做了很多很多 漂亮的衣服 他做衣服 对 做衣服 而且他烧菜也非常棒的 不 朱秋老师 他说我不知道你会做衣服 这个事 那个很简单 你不还会呢吗 我会 我是南方人 这衣服就是我做的 你太厉害了 这个挺潮的吧 我告诉你这是25年前 露奇妆 25年前男女孩敢穿这样 而且还这个部队 朱今我对你的特别好奇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男的 那个时候你要不会的话 就瞎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工资很有限 我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 但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所以说外边诱惑很大 你想舞蹈队 全是如花似玉的女子 晚上全是大奔在外边等着 人家一出手 啪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品牌 皮尔卡丹是吧 这样的 孟特娇 孟特娇这样的 全是这样 你想想咱又买不起 怎么办呀 你有刹车 自行车 自行车嘛 坐呀 是吧 你就是没有绝对竞争力 对吧 对对对啊 你没有可比性啊 是吧 你买的载什么大品牌 但它不是你男朋友做的 我这是我男朋友做的 那时候的男的都会做吗 不好看 没有 那也得心灵手巧 还可以给他量嘛 你看 你不是要 那你都不对 我一般是这样 我是做一个大概 然后弄报纸 弄一个报纸 弄一个报纸 然后呢先把它粘起来 我说你穿着 穿着以后在身上修剪 那叫立体裁剪 立体裁剪 后来我才知道 那样凉的小儿科那个 那要剪你想得多半点 我是学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才立体裁剪 你也会做啊 我对 我学过那个做服装 哎呀 我就生命中奇葩的男人 都出现了 我根本就没有立体裁剪的概念 我只是觉得在他身上 我剪出来 他可能会合适 他就是追他的时候 啥都会了 你没听明白吗 然后你追完的时候 全的功能都丧失了 然后继续说 还没听话 咱们是好朋友啊 先 朱军你不准打岔 我不打岔 对 那时候很感动 是啊是啊 我觉得 一个女孩子 如果说 一个男孩子 能够这么全心的 那么用心的 去给你做衣服 而且这确实 不是男人这个什么 专业 专业 强项的 放心对着戴军说 这根本就不是男人干的活 不过西北男人 真的少之又少 对西北男人 那个衣服 是你自己做的吗 那除了做衣服 听说还会做家具啊 对 会做什么样的家具 沙发 高地柜 床头 好像在他手里 没有不会 这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这个柜子是给我儿子做的 就当时儿子要出生 我们俩就想给他有什么 一个纪念的东西 到北京以后做的家具 对对对 这是给儿子做的 就是02年做的 一个小柜子 02年做的 02年利用春节架去做的 就是放玩具啊什么的这样 02年已经很火了呀 你怎么还会去做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应该给儿子做一个 做一个能够留下纪念的东西 我现在就特别崇拜你 中国主持界最会做东西的 男的 说起来啊 那个朱镕老师多才多艺啊 今天还带了一个乐队来到现场 这乐队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 要隆重介绍一下 好不好 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个精彩的节目 面也吃了 该给我们表演了 对 来 我们找朱镕他们上场 这个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因为李静提出来这个想法之后呢 不太好搏他的面子 人家那么大一老板 是吧 老板 牛肉面老板 女企业家 女企业家 对 女企业家 关键是好朋友 后来呢 我就把他拿起来了 我放下这个专业是1984年 参加完国庆大典之后 那时候我也在专业团 就把这个专业放下了 真是没计算 当拿起它来的时候 我一算 三十年都没计算 哇 真是三十年 对啊 那我们做到那边 我们试试吧 所以太难的曲子 已经不可能吹了 对 我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 对 但是很民族的 来 我们有请 很悠扬的 我们有请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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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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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